曾华倩被曝暴受30斤秘密入院,本人怒斥是假新闻,强调健康没问题。 近日,知名女星曾华倩发文,回应了关于她暴受30斤秘密入院的传闻,对娱乐圈各种八卦表现一向淡定的她,罕见动怒。 曾华倩上传了相关传闻截图,怒斥是假新闻,否认报受入院,强调自己健康没有问题,指责造谣者心术不正,建议相关部门不能助长这种歪风。 最后,她说会保留法律行动,并感叹社会怎么变成这样。 翻查资料,曾华倩报受入院的假新闻,大概在两个月前就有人发出来。 当时用的标题是曾华倩报受30斤认不出,秘密入院内幕终于瞒不住,只是当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。 那些造谣者却不死心,之后又多次发文乱说她报受入院。 结果,假新闻被曾华倩看到,还把她激怒了。 讲真的,为了流量乱写新闻的行为真的很过分,希望曾华倩能采取行动,好好教训一下造谣者,别让他们继续乱来。 祝儿